先看何月琴这张 我先说一下何月琴这张的画面 跟之前比较 我觉得颜色比较舒服且好看 然后缺点是你的人物的结构 还要再进展一下 然后布料皱褶的提升 因为这张图很吃你的布料皱褶 有可能你想要追求那种 艳阳天然后半透明这个效果吧 但是布料皱褶基本上是你绕不开的 只要是大块的布料你都需要它 那这张画面又很需要布料皱褶 或者布料飘动来辅助构图 你先看看我改完的样子 我给你分两段看 来这个也是用心改的 看一下这个第一个改呢 只改股价 好那要来检讨一个问题 你是不是有什么坚持放不下 这位施主 内侧眼角线条往下压这一笔 这件事情你好像始终放不下不愿意 因为你要是往内侧进来的话 中间眼距一定不够 这个内侧这边一定要来个一笔 真的是小小的一笔就能够改变 中间眼距就可以空出来 所以这位施主你始终放不下这个东西 你看一下我们再往下一绕 风格也不影响 还能够可爱一点 是不是你是何苦呢 然后这个笑容 笑是比较单纯 但是你先不要采用平线跟弧线 稍微让上面上唇的线条稍微微弯 然后再靠下唇去弯大一点 用嘴角去戴 这样会更柔和而且细致 你看一下感觉 好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东西 还有这个帽子 我觉得不够大气 那我不晓得这个是一个 这个角色是不是一定要这顶帽子 那这种帽子大家也看过了 就是那种好像分类帽 然后旁边很松垮整个垮的 就是也不知道这个怎么做的 对不对 那我认为这个帽子要对构图有作用的话 就把它再整个张开一点 效果会比较好 然后看看头发 不对先看骨架吧 这个动作本身是 撕这个手撑动作的 所以这个肩膀要有一定的提升 提起来 撑一下 所以你这边要是完全化成 倾斜平肩的话 动作本身是没有效果的 这个动作就只是展示个架构 但是他的动作没有画到肉 没有画到该画的 所以这个肩膀我给你提高一点 有看到吗 那可能手臂会嫌长吧 但是我觉得只要肩膀带到就可以 那如果 其实我觉得手长一点点 我觉得应该没有关系 肩膀提起来 那只要肩膀要提起来 那你身体很多地方都跟着要赶 然后另外要再 就算肩膀没有提起来 你现在在这里 你要再感知到一件事就是 你对身体中线的位置掌握不够准 以你目前画的这个来讲 中线应该在这里 然后看斜线地带 这是侧面厚度 中线应该在这里 但是呢 你这个不管怎么看 你都画成了绝对的二分之一中间 那这是不对的 你要自主主动的让中线偏一边 因为你的动作不是完全正面 你就一定要偏 那不偏的话呢 那代价很大 因为你这个中线不偏的话呢 连带的会害你这种布料 Beginning那类的这种带子 你都不会转起来 你都不会跟着立体起来 都会有一点下意识的直接正面交叉 你就算要弧度要延伸要空间 感觉上也出不来 所以再往下再看这个弧度 这个弧度的话呢 就是比较没有明确 在45度线上转的感觉了 这个转的不够 那这是很细微的画技 虽然很像是小地方 但是呢 它牵扯你的整体的空间感 要更明确一点 所以这边在动作上 我是把你把中线明确的撇出来 然后身体有一点点 就是有点 不是一点 就是有点过硬 当然这个可能跟你肩膀 还动不起来 这个有关 但是我觉得 我讲的硬是指说 有些地方像这个就还不错 这个手臂这个轴 这个还不错 但是呢 我现在圈这两块地方 这两个地方感觉很生硬 举例 在这边 你好像没有一个过度的弧度 你还没有办法往下画手臂 其实这边 主动画肩一点 是比较好的 然后呢 这个手腕处呢 其实你要再更主动 像这个凹线是可以的 可是可以更凹 这样的话呢 体态的弹性会更好 你感知一下 好 那手指的正确性 这个你自己看 这个 自己摆一下就知道 对不对 目前这样画 其实往回对 其实很多地方 像视线的位置就不够好 认真再看一下 这种手势 我认为你的喜欢的题材来讲 这种手势会很常出现的 所以这个务必 就是练好一点 因为既然要很常出现 那画面当中不是看脸 看身材 就是看手指 那手的话呢 如果这个部分 你一定可以把握好的话 画面的说服力会更好的 然后再往下看 这个角色的下半身 这个动作呢 就是要开插 对不对 就是腿要插开 但是这个动作本身 还有一点就是 这条腿呢 是往内 就是有一点往内压进来 是直的 没错 但是可能是像我这样 就是有一点 有个明确的弧度 然后打插的这条腿呢 是有一点逆 逆一个方向 这样两条腿 这样形成一个 往外拱的一个弧度吧 那我觉得原本的效果不够好 体态显得生硬 那这个你体态上要增强 一定是透过线稿会比较快的 一张一张彩稿 那个缓不忌急的 然后呢 再看一下 当骨架改成这样之后呢 再来的话呢 就是这张图需要配合的服装 在这边 有看到吗 原本呢 你的衣服是什么 就是 我觉得这个型的变化不够 在构图上 这个效果是不足的 像这样 要有办法让他有些多边形的美感起来 然后在裙摆这边 需要敏锐的判断的那种摆档感觉也不太够 然后皱折就不用说了 没皱折 这边这个折太小了 你手还压在这 然后这个 连这种该有的皱折 该拉的这个感觉上都没有出来 对不对 所以在这边你需要增强皱折 好 然后也要看一下这个 这个袋子 这袋子因为身体是有站出一个角度来的 所以这个袋子本身就一定不能太倾向直线 一定要明确的该弯的要弯 那这个会先划过什么地方 会先划过肩膀厚度 到胸膛 再过乳房 这是过这三段地方 所以每个地方你要对应的立体弧度变化 都要感知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头发 身体的结构在这的话 你头发直接在旁边有一个 就直接重叠上去 我觉得效果不好 就是要就是明确的交叉开 对构图会比较有帮助 像这样 应该这个角色没有在限制说头发只能多长吧 看起来是长吧 就可以应该可以蛮长的 对不对 那我觉得到这个阶段的话 以角色 还有那个角色的体态跟服装来说 这样效果是比较好的 那整体构图是还可以在优化的 看一下这样 放这个位置会更好 我把整个都关掉 看一次 放这个位置会比你原本好 原本的话呢 在这边就显得很拥挤 然后又这边的开阔又比较没有 没什么道理 所以重新再调过 这样的构图是最理想的 那你在那个问题当中 你有问到就是有关 那光影跟色彩要怎么前进 其实色彩部分这个色彩是可以的 那光影的话呢 就是你画面当中欠缺明确的 那个投影边 像这种帽子 像那种艳阳天 那你就还戴着帽子 投影就要投到这种地方来 你很多地方就都要变成暗面 阴影地带 那你敢不敢 就是你在这边画的胆量要够 可是我认为这个问题 放一起讨论 我觉得不如拆开来讲 你现在应该要优化的还是这个 因为你的色彩跟细节都有在进展 然后画面美感也都有在提升 那这个情况下呢 其实光影的没有那么急着 要追求到很正确 可以缓一下 缓一下 我觉得反而是你的股价体态 跟这种立体逻辑的敏锐度要提升 这个比较重要 那配合你现在现有的色彩光影 我觉得是会蛮够用的 感知一下 好